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萨外汇社区的刘老师 那么我们这个三态系统中禅论体系的这个课程的话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已经讲到了我们这个中部课程的一个什么 第一部分我们这个笔和线段这两部分的课程我们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内容 就是标准特征序列与非标准特征序列 好那么在这个课程的话相比就是前面两部分 那么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前面两部分课程的话比的划分 线段的划分以及这个线段与比的关系 那么应该说是这部分课程当中相对比较复杂的这个两个章节 那么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说是先男后裔 今天也讲了这个内容相比前面应该会简单很多 简单很多一个是文字上的定义 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图形上的一个这个表达也非常的简单 好吧那么前面两部分的课程的内容的话呢 希望大家有课后去自己的这个复习和这个复盘 好吧并且的话呢这个我们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后 我们这个中部课程的第一部分就全部讲完了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比线段特征序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好吧那么这个我们其他话就不多讲了 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标准特征序列与非标准特征序列 那么这部分的课程的话呢 这个我们直接也是一样 我们先开门见山吧 好吧那么之前的话我们都跟大家讲的时候呢 我们都喜欢这个直接这个把文字定义给抛出来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稍微做一点调整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部分内容的话呢 我先做一个抽象的图 我先把图做出来 然后的话呢 再给大家进行这个文字的定义 那么应该会更加的清晰 好吧 我们先来讲这个标准特征序列 好 我们就来画一段 这个两段吧 应该说这个上涨和下跌 我们都要画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画了两段这个抽象的一个走势 那么一个是上涨 一个是下跌 那么非标准特征序列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我们就以这个上涨的这段走势来举个例子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低点起涨到一个高点 然后拉回 再上涨创新高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拉回 那么一笔两笔三笔四笔对吧 一共这里有四笔走势 那么我们讲 这拉回的这一笔 就是这一波回调的这一笔和前面最开始上涨的这一笔 那么它们之间有一个什么空间上的重合的一个关系 看到没有 对不对 这笔也是低点 往上拉 创新高 再拉回 这个点又和前面这个低点 又有一个空间上的重合的关系 看到没有 对吧 包括这里也是 它们都有一个空间上重合的关系 对不对 也是高低点之间 有重合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统称为这种走势 它是一个标准特征序列 下跌也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你看就是重合重合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简单归纳一下 在上涨走势当中 一笔的回调和回调 和前期高点的一笔之间 有空间上重合的部分 那么这种就是我们要的这种特征序列 标准特征序列 那么下跌就是反过来 在下跌走势当中 一笔的一个反弹 和前期低点的一笔 它们之间有空间上重合的部分 这个我就不写 大家这个举一反三 好吧 举一反三 好吧 我就不写了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标准特征序列 它们之间有这个空间上重合的这个部分 好 那么我们讲标准特征序列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意义 其实很简单 非常简单 它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段走势的一个强弱 它是表明 这段走势的一个强弱 好 那么我们说这个标准特征序列的话呢 它的一个强弱 一般以这个黄金分割 也是菲波纳契的0.500作为一个分界线 作为一个分界线 那么我们讲 如果说它的这个回调的那一段走势 或者是反弹的那一段走势 正好是点到了0.500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理论上最最标准的一个什么特征序列了 当然我们实际行情当中 这种这种这个刚好不偏不倚 点到就怎么样 就走的这种行情呢 比较少 所以呢我们通常只要有这个空间上重合的部分 那不管是382也好 或者是618 764 那么我们都统称为标准特征序列 只不过呢 如果说是在0.500或者是在0.500以上的话 像382 236 这种的话 那么我们称之为偏强的标准特征序列 那如果是在0.500的下方 像到618 764 这种的话 我们称之为偏弱的标准特征序列 当然我们都统称为标准特征序列 是告诉我们行情的一个强弱的一个 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好吧 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标准特征序列 这个大概也是一样的 好吧 好 那么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非标准特征序列 那么可能这个反应快的朋友 可能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么既然讲这个标准特征序列 对吧 在空间上有重合的部分 那么非标准特征序列 我们这个稍微拓展一下 就能知道 它是什么 就是在什么空间上 它们没有重合的部分 还给大家这样画吧 我们还是画两段 一段上涨 一段下跌 好吧 好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两段 这个走势 它们之间的高低点 什么 它们就什么 没有重合的部分了 看到没有 上去高点下来 创新高 拉回 这个低点和这个高点之间 它们没有重合的部分 对吧 再往上 再下来 这个低点和这个高点之间 怎么样 也没有重合的部分 对不对 这个下跌也是一样 对吧 下跌反弹 再下跌 再反弹这个点和这个点 它们之间什么 没有重合的部分 对不对 好 所以的话 我们很简单 就能得到这个非标准特征序列的一个文字的一个表达 我们还是上涨为例吧 上涨 走势当中 那么 回调的一笔和什么 前期高点的一笔之间 没有 没有空间上的重合部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非标准特征序列 那么同样 这个下跌的话 大家自己举一反三去写就可以了 好吧 下跌走势当中 反弹的一笔和前期低点的一笔之间 没有空间上重合的部分 好吧 这个我就不写了 大家自己去写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非标准特征序列 那么非标准特征序列有什么意义呢 也很简单 对不对 既然我们讲了标准特征序列是告诉我们一段行情走势的强弱 对吧 那么非标准特征序列就更加简单了 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重合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直接判定将这样的走势是这个极强的一个趋势行情 非标准特征序列是极强式的趋势行情 是极强式的趋势行情 好吧 代表力道非常非常强 好 那么这个抽象的这个图像以及这个文字性的一个表述 我们讲完了 我们切换到这个盘面上给大家举几个实例 好吧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以这个大家最关注的黄金和原油来讲吧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来我们就以这一段黄金的走势来讲吧 好不好 这一段黄金 这个来我们给大家做个图 那么朋友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黄金四小时级别的这个K线图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整体的走势 那么这个低点起涨 对不对 高点 然后开始回调 对不对 上去创新高 没问题 对不对 然后又下来 对吧 那么这一段走势当中可以看到 前期创高点的这一笔和这个位置 创新高之后拉回的这一笔 它们之间有个什么非常明显的一个空间上重合 对不对 对吧 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空间上的重合 好 那么这个位置上去之后 我们看到高点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低点在这个位置 好 上去 哎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什么 由原来的标准特征序列 这个位置是标准特征序列 但是从这个位置走出去之后 拉回这个点 那么就变成了什么非标准特征序列了 看到没有 这个它们高点和低点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跨度 对吧 完全没有重合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一段黄金 这个很多朋友认为涨了这么久了 对不对 也在这个位置盘了这么久 没创新高了 对吧 那么是不是这个行情就要转势 很大可能转势要跌了 那么它为什么跌不动 对吧 下来又上去 下来又上去 对不对 你说空头有没有发力打 也有 但是打下来之后多头马上就拉回去 对吧 原一期就在这里 它从原来的标准特征序列转为了极强势的非标准特征序列 看到没有 非常的强势 所以空头打不动黄金 这就是为什么黄金的这个高位盘了这么久 没有往上却还能一直不跌的原因 因为前期太强了 前期太强了 要把这个位置消化掉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黄金 黄金一段走势里面包含了标准特征序列 又包含了什么非标准特征序列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原油 原油 这个我们也是看四小时级别吧 好吧 四小时级别 我们看一下 应该说原油 四小时级别的这个走势 前期这一段下跌 也是属于一段比较经典的走势 就这一段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 也是比较经典的走势 我们就来给大家画一下 我们以这个高点开始算 好吧 来看一下 一 二 三 四 好 那么这一段原油的走势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朋友们 来 高点 下跌 反弹 再下跌 再反弹 哎 那么这一段走 我们看到 他们这个低点和高点 这个之间 哎 很明显 也是有一个什么空间上的一个重合 对不对 有一个空间上的重合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对吧 好 那么这一段下跌之后 哎 看一下 这个位置 下来 到这个位置 那么这一段 他们之间 就没有什么 一个 重合的位置了 看到没有 对吧 就出现了空间了 看到没有 哎 开始 开始跌 反弹 再跌 看到没有 这一段也是 这一段 他们之间 也没有什么 重合的位置了 看到没 就这里 好 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间隙 对不对 所以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从标准特征序列 转为非标准特征序列的一个走势 你看 原因就跌得非常的猛 这一段 几乎是近乎是一个90度下跌 看到没有 尤其是这一段 看到没 近乎是一个90度下跌 对吧 原因就在这里 非标准特征序列是一个极其强势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那么 OK 那么刚刚给大家举的例子 这个就是黄金和原油 四小时级别的一个走势 那么更多品种的话 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一一跟大家去举例了 好不好 大家这个等课后可以自己去看 自己去复盘 好不好 验证一下他这个情况 那么应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就差不多到这里 相比较而言的话 这一期的课程和前面两期 这个难逆度是要降低不少 降低不少 但是的话 大家也不能太大意 还是需要课后去复习 去复盘的 好吧 那么应该说我们这个中部课程的第一部分课程 比线段特征序列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朋友们 全部就结束了 那么下一期课程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中部课程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中书 中书了 好吧 那朋友们 我们本期的这个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课程再会